好,那我们开了一个新的视窗以后 会是像这个样子的画面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会是 比较偏向用平面的方式来做 对大家会比较习惯 所以先点选上面的top 让它的画面是呈现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把它放大 放大,刚刚有提过是用滚轮的前后 就可以做放大的功能 好,第一个我们要做的 就是我们的讲义第四页 所以等一下如果忘记的 可以自己看一下讲义第四页 好,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 从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矩形开始 我们先弄一个矩形 那它的长宽 我们把它设成25乘50 那另外我们设完这边 25以后要设另外一个 刚刚提到用tap键 让它过去 那50设出来 设好了以后 请你按左键点选 它就出来了 好,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 那第一个步骤 我们就做到这里 这应该可以大家很快 好,那我现在再回还给大家 谢谢大家